早晨各位,又是去到廣東話時間 我們講廣東話的第二個系列 這個系列就是第二個episode,即第二輯 第二輯我將會講廣東話的結合語 讓大家輕鬆一下,我們不要只講讀音 只講讀音的話,大家讀完之後就發覺很悶 現在我們看看廣東話裏面有很多很多的結合語 未開始之前也提醒大家,我叫Layton Tom Lee Domas Email Address Website,我亦有廣東話Channel 你可以去到這個網站看看Channel 這個是Spanish的Channel,以及Paylist的Channel 大家可以細心去欣賞 事不宜遲,我們現在回到結合語 結合語是什麼呢? 結合語就是很多時候我們廣東人說第一句 然後我們將那句的意思 用音,或者是代表那些意思 去講另外一句的東西 或者我們看看例子,大家就會清楚 什麼叫做結合語 例如,我的結合語裡面 將會有很多個特輯 因為結合語其實有很多 我已經準備了差不多幾百個結合語 當然,一段時間裡面 即是一個Chapter裡面 我們就很難會講那麼多個結合語 我們看看一些結合語的講法 例如 墳場發電機 墳場就是 死人的地方 即埋葬死人的地方 發電機是發電的 那為什麼我們在墳場裡面裝個發電機呢? 那這個發電機很明顯 答案就是 電死人 因為我們發電,你要電什麼呢? 電死人 我們就說 那裡很高壓的,小心啊 電死人 那裡是墳場發電機 那叫做電死人 納波倫 那這一句呢 我就開拉了紅色字的 紅色字代表 其實這個是一個 挺俗的俗語 所以就 希望大家知道一下 但是不要去學了 我盡量不要去學了 這句是挺俗的 那就是 我是廣東話裡面的一些粗口來的 那納波倫是什麼呢? 納波倫是France King France King是法國的一個皇帝 那我是叫做 廢倫是King 那這個我不讀那個粗口了 那你用另一個字的 廢倫是 France King 廢倫是King 就是廢倫是跟你講的 所以 這些是 所謂的 結合語 那有些結合語是相當之俗的 所以大家 小心 知道一下好了 去講的時候 就盡量不要講這些 結合語了 因為 我們說了都是斯文人 我們沒理由講這些說話 是吧? 燃羅王 燃羅王 燃羅王家女 那燃羅王家女 就是找鬼要 是不是? 因為燃羅王是鬼來的嘛 那他的女兒當然是鬼啦 那誰要他的女兒呢 就是找鬼要 就是鬼才要他的女兒 那這個就是 燃羅王家女 那你記住了 廣東話裡面有時候我們會讀 燃羅王或者 燃羅王 這個燃羅王家女 就是找鬼要 另外一個了 就是燃羅王家大罷工 燃羅王家就是鬼 是不是? 燃羅王家就是鬼啦 那大罷工 就是燃羅王家裡面全部都是鬼來的 因為燃羅王家裡面全部都是鬼的工人 那就說沒有鬼用 因為大家都罷工了 就是沒有鬼用了 那鬼就罷工沒有得用 所以我們叫做 燃羅王家大罷工 就是沒有鬼用 那就是 說一個人是沒有用的 就是這個意思 燃羅王探病 燃羅王探病 就是問你死了沒有 燃羅王就來探你病 那當然是問你死了沒有 你死的話 就進去燃羅王那裏 生死賊那裏幫你註冊 就是燃羅王探病 就是問你死了沒有 燃羅王招工 燃羅王招工就是找鬼來做 燃羅王招工當然是找鬼來做 人會去那裏做 所以是找鬼來做 國際機場南廁所 這個也是很軸的 所以我亦都 highlight了紅色的筆 這是什麼呢 這是粗口來的 我不說了 什麼狗都有 大家都明白他的意思就算了 但盡量不要說了 這就是國際機場南廁所 紅番排隊去廁所 紅番大家也知道 紅番就是 紅印第安人 其實紅番這個字也有一點貶義 大家用的時候就小心用 紅印第安人 他們通常穿的服裝就有很多羽毛 很多羽毛 所以排隊去廁所 輪廁所 所以就是羽毛輪廁 就是羽毛輪廁所 就是紅番排隊去廁所 波紋打架 波紋打架 也是一個挺軸的 這裏我也會 highlight 紅色筆 因為如果你不 highlight 紅色筆 人們會發覺 咦 為什麼要說這些東西 就是 波紋打架 波紋打架 因為在波紋裏面 即是我們打桌球 波紋裏面 有一條棍 我們叫做Q的 波紋打架 就是有Q用 即是波紋打架裏面 我們就可以用那些Q 我們叫做有Q用 這也是一個很俗的俗語 大家小心 去講這個詞 落手吃西餐 西餐應該是用刀叉的 但是落手吃西餐 為什麼我們要落手吃刀叉呢 原因就是沒有刀叉 因為我們沒有刀叉 所以我們要落手 刀叉 這個我們所謂的 傑後語 這些我們就稱為傑後語 我們看多了10個傑後語 這個就是11至20 就是酒樓勵湯 酒樓很多時候 都是準備了一些勵湯 給我們用的 酒樓準備的勵湯 就是已經整定了 大家不要想著 你叫他才播 所以 酒樓勵湯 就是告訴大家 是整定的 吃多少 穿多少 整定 這個酒樓勵湯 鐵拐利踢足球 鐵拐利 只有一隻腳 閉了一隻腳 這就叫做鐵拐利 鐵拐利踢足球 就是一腳踢 只有一隻腳踢 有時候我們做事的時候 沒有人手用 只有我一個人做所有事情 所以我們叫做一腳踢 船頭尺 在船頭有很多水 浪衝過來有很多水 在船頭有一把尺 用來做什麼呢 是量度水的 我們廣東話裡面 廣東話裡面的水 代表什麼呢 代表錢的意思 量度水 就是代表我們去借錢 我們去周圍去問人借錢 我們稱為獨水 我們稱為船頭尺 就是獨水 接著這一個也是 幾軸的一個 就是太監騎馬 這個就是 沒有得頂 太監騎馬 你知道太監 太監就是 沒有嘴嘴 就是我們叫做 閹人 閹人騎馬的時候 就頂不了 頂不了這隻馬 我們叫做太監騎馬 有些人就不是叫太監騎馬 叫做 沒有被戴眼鏡 那就沒得頂了 OK 也是一樣 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去講這個 結合語 所以大家就可以用 但是當然 我不是太喜歡這個結合語 因為 都挺俗的一個結合語 鐵木真 打仔 鐵木真是 蒙古皇朝 裡面的一個 一個大王 在蒙古的時候 他們那些大王 他就不是叫大王 他叫大漢 他叫大漢 所以鐵木真是大漢 打仔 他的兒子就是細漢 所以我叫大漢 打細漢 這個字就是 我這裡才找得到 你可以查回那個字典 你可以查回這本字典 你可以查回那個字本身 看看那個字是怎樣 讀音 你就走到這個website 這個website就是 粵語配音字庫的website 香港大學的website 你又去回中文輸入法 你轉回中文輸入法 然後你進入中文字 如果你不知道 讀音的時候 尤其是廣東音 這個website 是讀回廣東音 這個鍵下去 你看到這個是 廣東音 但是第三音 就是 叮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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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第三音 即是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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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 叮 大漢 叮 細漢 大家就清楚知道 原來大漢 突小漢 就是這個意思 我們可以檢查他的音調 大漢 突小漢 這個就是 貼木真 打仔 阿茂整餅 阿茂整餅 這個是用音的 阿茂當然有一個故事 我都不太清楚 但是通常有人說阿茂整餅 你沒有那樣 整那樣 不需要做這些事情 這個叫阿茂整餅 水瓜打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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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瓜是很軟的 如果打狗 就斷了 如果斷了一節的話 我們就叫做斷錦節 斷錦節 這個就是 我會讀 不見錦節 但是有時候有些人會看到 是不見錦節的 因為廣東人裏面有很多的音 通常我讀錦節 水瓜打狗 不見錦節 沒有了一節 不見了 很多時候我們用錢的時候 我們賺錢很困難 但是我們賺完錢之後 我們用錢就很快 買了一點東西 已經不見錦節了 水瓜打狗 不見錦節 年三十晚借糟 這個糟字 就是糟軍的糟字 就是糟頭 這個糟字很難寫 這個繁體字 當然 現在我們寫的時候 我們會這樣寫的糟字 我們轉為倡劫出發 這個糟字 我們會這樣寫 我們有寫糟 就是糟軍 很多時候我們寫這個糟軍 其實兩個字是一樣的 這個有一點是古字的 所以就是 年三十晚借糟 糟軍就是我們中國裏面 就是我們拜神 有些中國人 傳統會拜 滿天神分的拜神 拜神的時候 糟軍是年二十八 應該在天庭裏面 去做事的 所以年二十八我們應該要借糟了 所以就不是年三十晚 所以這個是年三十晚借糟 就是好做不做 年三十晚的糟軍已經上了 上了天庭裏面去陳述 就是我們陳述 世間的東西 中國人的信仰就是這樣 所以如果你說年三十晚借糟 就是好做不做 這個我們也是用一個叫做 厄韻的音 就是借糟 好做不做 這個意思 糟頭抹布 糟頭就是 說廚房 糟頭就是洗碗的地方 煮菜的地方 抹布就是一塊布 因為洗碗煮菜的地方 很多時候有些鹽味 很鹹的 所以也濕了的地方 所以我們糟頭抹布 就說人家鹹濕了 又鹹又濕了 做軍上天 做軍上天做什麼 做軍上天就是 去陳述給天庭製 然後說 不是 那個就是 辱帝廷 告訴辱帝廷 民間的情況是怎樣 去匯報回 所以他要有那句就說那句了 就是匯報回 之前在民間裡面發生什麼事了 這一個就是一至二十的 我們叫做 結合語 當然我還有 二十一、三十、三十、四十 如此類推 有相當之多的結合語 一堂就沒有說那麼多了 再留在後面 有其他特輯的時候 再說給大家聽 多謝大家 拜拜 Adiro Asta Juego